每集一个小故事 欢迎收看步步惊心1980第一季第三集 男子诺曼经营一家房产中介 这一天早上诺曼来到单位 正和女秘书莉莉爱爱妹妹的 此时开门进来一个叫瑞本的男子 自我介绍之后 坐下来对方就声称有一个豪宅出售 你们干中介的应该都知道吧 就是往北区的那个15英里外 郊区的那个罗曼豪宅嘛 听对方说着 诺曼写着登记着基本的信息就反问 那房子是您本人的吗 瑞本听后不是的 我只是首席执行官 现在想卖掉呢 房子的女主人几年前就去世了 那好的地址电话钥匙我这边都有了 有空我去实地看看 先给你评估一个价格吧 卖房嘛都是这个流程的 就这么愉快的 诺曼和瑞本敲定了合作 下午诺曼就开着车 按照地址找到了这个罗曼豪宅 到地方一看外墙爬满了植物 也确实有点年数了吧 那要是开门进到房间 这家具和灯具上结满了蜘蛛网 可能诺曼心里想的是 这房子只能卖个低价钱了 拿起破旧的对讲器 自娱自乐一下 再往前走 没想到对讲器里 传来一个诡异的声音 诺曼你不该杀了你老婆的 什么我杀了我老婆 你谁啊 我老婆早上还给我做早餐呢 诺曼解释着 这时只见柜子的夹层的门突然打开 诺曼老婆的尸体从里面掉了出来 上前一看 卧靠老婆珍妮怎么会挂在这里呢 诺曼正纳闷着 旁边的两个假人突然走动起来 要干点什么 只见诺曼挣扎着在床上醒了过来 哦哦原来是诺曼做的一个梦呀 想想也是真够可怕的 老婆我刚刚做了一个看房子的梦 把我给吓死了 不过关于老婆尸体的这个细节 诺曼肯定就跳过来呀 毕竟也不是什么吉利的事情 珍妮听后也嘟嘟囔囔的 脑子里瞎想什么呢 这下午还怎么睡呢 一看表都快五点了 起来要吃点早饭 诺曼就来到了单位 一看秘书打扮成沙马特的造型 跟换了一个人一样 诺曼也感慨 呦今天大胆尝试新造型了是吗 好重点是莉莉 很奇怪哦 我记得我昨天下午开车 去那个瑞本的豪宅 去实地看房嘛 谁知道醒来后在床上 竟然是我做的梦 更甚人的是 梦里无老婆的尸体 从柜子里面冒出来 莉莉听后 不是你梦到你老婆挂了 你说个屁呀 你不是要娶我吗 你赶紧和你老婆离婚 我们俩在一起吧 整天说这些 听得我耳朵都起剪子了 诺曼站起来就表示 不是亲爱的 你有没有听我说呀 那个梦跟真的一样 折磨死我了 哦真的一样 那你再去那个豪宅一趟 不就行了吗 掏出兜里的纸 对哦 那个瑞本豪宅的地址 还在这里呢 我再去看看 临走前莉莉也反问了一句 你不是说做的梦吗 那你怎么还会有纸和地址呢 摸着脑门 诺曼也搞不明白 怎么回事呢 再开车往北的方向走 这次诺曼就谨慎一点了 快到豪宅了 先去电话亭和莉莉 反馈一下自己的位置 而这时也不知道怎么的 和莉莉正说着呢 纸条的地址突然变成了一句话 你为什么要杀你老婆呢 刚要走 电话一响 诺曼一接 只将那头传来一个声音 你不应该杀你老婆的 不是你谁啊 怎么会打到这里呢 怪到电话 诺曼想离开 就发现电话亭被无故的锁住了 之后电话坏掉 从电话里冒出来一团烟案 不一会儿充满了整个房间 眼界没有氧气就挂了 诺曼呼吸急促的 喊着救命 好在秘书莉莉也不知道 从哪里冒出来 打开门就拯救了 微笑着安抚着诺曼 话锋一转 莉莉和诺曼在这个狭窄的空间 进行了亲密行为 而这是画面旋转着 闹钟一响 只见珍妮这边说着 还不起床吗 哦 又是诺曼做的一个梦呀 还是说刚刚这个梦 接到前面的梦 是梦中梦呢 反正诺曼的老婆听完诺曼的感慨 只是觉得您真是庸人自扰呀 来到公司一看 莉莉打扮成学生妹的样子 实在掩饰不住老男人内心的油腻 诺曼喝着咖啡 边回忆刚刚在梦境里面 和莉莉在电话亭翻云覆雨的场面 边撩拨着莉莉 我老婆骂我肯定要跟她离婚的 莉莉你就等着我娶你好了 莉莉听后 哎呦你今天说明天说天天说 到底要我等多久呢 诺曼也放话 明天明天就把你娶喽 好了我相信你了亲爱的 两人聊完骚呢 开着车诺曼又来到了罗曼豪宅 不管梦不梦的再来看看吧 到地方显然豪宅似乎翻新过 有人打理 里面还住着人呢 和管家介绍了自己 进去一和女主人一接触 没想到女主人还确实有意愿 要卖掉这个豪宅 一来一回感觉和女主人聊的也挺来的 诺曼就把前两天做的两个奇怪的梦 和对方附说了一遍 夫人我什么意思呢 这两个梦都是和你的豪宅有关的吗 我就想再看看你这个柜子里面 到底有没有尸体呢 我可以看看吗 诺曼移开前面的梳妆台 敲了敲之前梦境里柜子的大概的位置 里面确实是空的 哎听到了吗 夫人里面好像有声音哎 夫人听后走过来就表示没有听到是你幻觉吧 对了您抽烟吗 随后夫人拿出烟盒 只听见里面传出来一个声音 你不应该杀害你老婆的 瞬间吓得诺曼惊恐的倒退着 夫人也走上前笑着说 我是个死人你不知道吗 你要买我的房子你去找瑞本吧 倒退着进到一个房间 管家就过来拿绳子套到诺曼的脖子上 把诺曼吊死了 没有错画面一转 珍妮拼命的勒住诺曼的脖子 叫诺曼赶紧起床 啊搞了半天这又是诺曼做的一个梦呀 来到公司诺曼也有点烦了 亲爱的莉莉我都快崩溃了 连续做了三个梦 我也不知道那个豪宅 他到底是卖还是不卖呢 重点是昨晚我在梦里被吊死了 莉莉听后也烦了 又是你的屁梦是吧 你都不爱我了 拉住莉莉摩擦了一下莉莉的嘴唇 诺曼又开始了 亲爱的我肯定爱你的呀 今天你就跟着我去看房好了 晚上我们在一起吃个饭 让莉莉给自己老婆接通电话 诺曼就当着莉莉的面 给老婆撒谎晚上要应酬的 其实也是取悦莉莉嘛 之后带着莉莉来到公寓看房 两人在电梯里感觉又来了 就打了个杯 甚至电梯出来直通天台 不是公寓呢 莉莉感觉也不对劲了 这是B座吧 我们要看的房在A座呢 肯定是走错了 你看下面的挖机 这里是要拆掉的 难怪墙上到处都是涂鸦 要走诺曼就发现门被锁上了 一看挖机的大铁球 要砸到这边了 紧急时刻 诺曼就把门踹开 带着莉莉离开 一个没注意 走在前面的莉莉 打开门 直接掉到了电梯井里 眼见大铁球砸烂建筑 要把这里摧毁 诺曼赶紧小跑 顺着楼梯逃到了一楼 这时只见莉莉坐在吊机的驾驶 对诺曼下了最后通牒 亲爱的赶紧选择吧 是时候娶我了 哦画面一转 这一切又是诺曼做的一个梦呀 连续四个梦 诺曼也觉得 是不是自己脑袋有问题呢 老婆听后那去医院瞧瞧呗 没想到到医院一检查 医生就反馈 还真的有问题 诺曼你脑袋里面长瘤子了 一定要切除的 那就切呗 手术进行着呢 诡异的事情又开始了 在手术台上 诺曼自己清醒过来 眨着眼睛 却听着护士和主刀 医生说着 心脏都不跳了 死了 拉到停尸房吧 焦急的诺曼想讲话 我还活着呢 却发现根本讲不了话 就这样诺曼被抬进停尸房 关进去 看到护士和医生摘掉面罩 竟然是自己的老婆和莉莉 怎么回事呢 哦 又晃了我一下子 又是诺曼做的一个梦呀 这次半夜醒来的诺曼 有点分不清现实和虚幻了 想想现在这个场景 如果也是梦中梦呢 反正都一直在做梦嘛 诺曼干脆起来 偷摸的拿枕头 把老婆给闷死了 早上来到公司 看着文静版的秘书莉莉 低声的和诺曼打着招呼 其实这个故事的谜底 渐渐浮出了水面 面对诺曼的撩骚和允诺 亲爱的我把老婆干掉了 我现在可以娶你了 莉莉听后只是性冷淡 加懵逼的说着 老板你能不能不要跟我说 那些男女私密的事情了 还有你什么 你杀了你老婆 你精神没有问题吧 诺曼似乎还沉浸在梦里 我怎么会有问题呢 反正都是梦嘛 秘书你每天都是不同的角色 现在不重要了 我可以带你走了 边说着诺曼就要强吻莉莉 而这时警探带着手下赶到了这里 没有错 现在的场景大概率就是现实 警探发现珍妮在家中遇害 就来这里要带走诺曼问话 那看来莉莉在现实里 从来都不是什么放荡的人呀 之前的梦境 大概率都是诺曼幻想的 和莉莉有一腿 还要和老婆离婚 想带着莉莉走 诺曼在梦境中 不断的给自己大脑一些信号 最终就分不清现实和梦境 干脆干掉了老婆 面对警探的问话 诺曼只是疯癫的自说自话 哇警探你的声音怎么和梦里的那个声音一样呢 你总是重复的问我 为什么我杀了我老婆 梦里的那个声音也是这么说的 哦我老婆是吧 她早上自己从楼梯上摔下来的 就这么一句话 间接的就暴露诺曼有重大嫌疑的 警探于是就把诺曼带走了 而这时一个超级悬疑的结局来了 秘书莉莉接到一个电话 只见电话那头 一个自称叫瑞本的男子就咨询着 我有个叫罗曼的豪宅要卖给你 你们老板什么时候能来看一下呢 莉莉也解释着 我的老板可能回不来了 卧靠 难道说诺曼做的是一个预知未来的梦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